又一隻了 又一隻 走到哪 抓到哪 全民封抓精靈寶可夢 只要是熱點 無論在哪裡 都會馬上被人群貢獻 來賣場 罪用之意 早就不再購物 一進入口就迫不及待滑手機 那壺賣場一出現 象徵精靈頻繁的灑花告示 實在半小時內 抓到16隻寶可夢 一早美食街就湧進數十人朝聖 手上拿著早餐 眼睛還是緊叮手機 等抓寶 吸引附近的神奇寶貝 會到那個幼博莊之內 它會有一定的範圍 然後就會比較多神奇寶貝 會在那邊 10分鐘嘛 抓兩隻 這滿頻率滿高的 對 是500組客人 今天一整天呢 今天一整天也大概 可以突破兩層 寶可夢旋風造成全台四處可見 民眾在特定地點集結 甚至有大批低頭族 半夜不睡覺就聚集在 結冰站公園 連嘉義民凶鬼屋 都變成等級5以上才能進門的道場 玩家硬著頭皮也要入內 那是道館 道館 對 道館 等級5才可以繼續去 對 你們不會覺得怕怕的嗎 不會 早上來就不怕 早上來就不怕 等於晚上來 晚上來可能會不一樣 寶可夢熱點意外成為全台新景點 不過走路騎車開車千萬別收揚打開遊戲 就怕為了抓寶將自己置身在危險當中 記得喉公關城紫分李沛軒S小組 台北嘉義報導 都 感谢观看